請你聽我這樣說 500個小青裸奔拆一個運動 321千球啦 你要玩千球吧 玩小青這版本就別浪費的走凱撒 因為職業賽就只會拿他走打野 這樣才發揮到他最大實力呀這一把 二野刀角鬥四流 把天敵馬家還有超痛警推到B都動 這多次神推反殺多人幾乎滿分 最高雞雞最高推打最高擊殺 來看一下金牌戰士 大家繼續把這幹什麼就誇張得好好享受 本節目沒有人贊助播出 還沒見點贊是個好習慣 大家好我是MADTEAM的 帶來小青打野最新版本 實戰解說剛剛才打出來 這麼好用的小青走凱撒路 如果是打法克洛倫 那你可以小青凱撒路 不然你有小青 打野啊蹲他大招過去 哦B都動了還有誰 哦還有一個納克羅斯 一個過去 雙殺馬家 搞掉了 再把這納克搞掉可以嗎 輸還有令月 守長優勢 直接把它給仙人跳 再去吃這條龍 划算的這英雄這版本 有金幣不知道買什麼 幫小青熟生啊 金幣啊 換B洞 而且是小青的B洞 不好嗎 你這英雄 18888就可以任你操作他了 斷他兵線 但小兄弟們呢 出裝得要精闢 不要馬上出大裝備 看到那顆羅斯 他在吃 哎呀過去了 一個大招第二端 又搞掉了 金娜怎麼打 金娜這個老和尚 破戒的和尚 你怎麼去對付他 你用什麼英雄都好 金娜這個英雄 只有一個秘訣去對付他 就是等他 就是在他大招的時候 不要管他 有多遠走多遠 天涯海角 遠走高飛 私奔 勛琴什麼 不是啦 你總之不要跟他打 他大招沒了 你才打 他大招沒了 他就是一個 就個什麼 什麼 廢不動啊 廢不動 廢不動啊 就是這樣啊 這英雄就只有大招啊 金娜 就對你有威脅 蹲一下 那顆羅斯你要過來嗎 一起爽啊 看到小青誰不想爽 意思是打團戰 過來 對 聽話 乖兒子 哎呀 不要走 兒子你不要離家出走嘛 哎呀 這兒子怎麼會出生 這出生就 啊 又不給我養 領養 敢不敢領養 敢領養 看到這 什麼鬼 藍趴給他吃 怎麼出裝金屁 惡野刀 惡野刀怎麼樣 惡野刀之後不要和大野刀 草鞋 記得草鞋 就是250塊那草鞋 你要不要和魔防鞋都行 那就沒什麼所謂啊 就要不要和仙都行 但最重要的是 鞋子完了之後是角鬥式 角鬥式完了之後 那叫全能武器 這裡蹲一蹲沒有打到我 哎 還是被發現 那就沒辦法了 我們想干一波大事 高風險高報仇 風險還是太大了剛剛 我想一個大招把他冷冷卻 擋不及 不要牢擠在一起啊 另外還有輸 你又不是塔拉 不用擠出來啊 塔拉那個鋼圈擠出來 很多小兄弟都已經知道 只要沒擠出來的時候平的 看到這中路 哎 加入了 大招打過去 找個青蛙 想到青蛙想到以前有個遊戲 有個青蛙拿一把劍把一座山劈開來的 我有點忘了叫什麼名字 很久了 我記得是 你現在大家說SS 就是想到永恆傳說那段位嘛 是不是 我們以前說SS 那是在說世家的土星啊 遊戲主機 主機 小時候得 有一個在土星啊 在SS 那遊戲 那個遊戲機裡面 就有個遊戲是把 有個青蛙拿這一把劍 把整座山劈開來的 我都忘記什麼名字了 大家知道 Final Fantasy啊 最終幻想 還就是太空戰士 那 現在叫做 Square Index出的 那可是在以前以前的時候 Square還有Index 兩個遊戲公司來的 不過剛剛說那青蛙劈開來的 什麼P什麼遊戲 不是P腿啊 P3啊 那遊戲 好像就是那兩家公司第一次合作 看到上路的這裡 欸 破戒聲 就是你大招過去 打一下 搞掉 就是這麼容易 再把龍放在裡面 你的那條粗壯的龍 你要插進 所有人家的B 那牆壁裡面 才會痛啊 你老是放在外面 我真的是說很多次 想說你們真的要放在裡面 你插進去 二話不說插進去 有些片子的系列也是這樣的 怎麼 訪問訪問著突然就插進去 我意思是那插話 別人插話 看到這 就是我說的 怎麼搞對面的金啊 三個四個 別動打過去 幹的麻痺啊 還有誰一個 那克羅斯 令月搞他 蛤 走掉 令月搞得掉 我相信我 令月的手就是長 但手幫男人弄出來 就是快 就是不是 我告訴你 就是這麼搞掉了 打對面主堡啦 走了啦 可以贏了啦 是不是 加入兵線給他搞 想做一波 可惜對面剩下個 四個 太多控制的這誰啊 卡瑞茲 青蛙王子啊 是不是 P3 3P是不是 那就先放過對面 吃個龍 吃藍趴 再吃龍 不要浪費時間 一波一波這樣的耗 一波一波這樣的耗 你又推不掉 很多小春天就敗在這裡 就是被對面耗著 他們不知道 有什麼可以做 啊 是不是馬上山路高地 可以是可以啊 但之後呢 你快一點 把這條龍給他吃了 吃了 等一下打團戰你才有保證 這個龍啊 真的小兄弟們 要多吃一點 有營養啊 多吞多一點啊 你每一次打英團戰 其實很多時候 你都是為了要把地圖資源 給他拿掉這 大型地圖物件是什麼 就是這條龍啊 不是這條龍啊 兩條龍都可以啊 藍趴就不用了 藍趴很小 藍礁我的 藍礁 看到中路 不要打先 沒有兵線 沒有兵線 扛什麼 有些小兄弟沒兵線 等很久到扛 欸 兵線差不多到才去扛 那才對 不然 扛死了一個對面 就4打4 又是完蛋 人家復活生又比你快 等他們技能用了 我真的逼過去 哎呀哎呀 不是逼出來了嗎 誰不是逼出來的 啊 再拉一下 二技能要不要搞 打主堡就行了嗎 小青就是厲害啊 打出來啊 贏了這局遊戲勝利 金牌戰士 這個連殺 跟他逼動 哇真的是 誰看到都會心動 最新版之中 他最知道他什麼 英雄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這一位 瑟菲斯 如果你走凱薩路 他定位於我們類似 都是半肉戰士 自身帶控 技能回血 突進又有突進技能 兩人搭配起來 抓人成功率 是非常高的 技能combo 是我們一技能 突進擊飛 然後他大招打上七飛 我們再尋找好角度 一個大招 兩人同時釋放二技能 我們剪甲 他刺出高額物理傷害 接普攻 這二人組幾乎 可以殺掉任何英雄 最大第二個英雄 莫拉 二人組中 如果我們先手 一技能突進 莫拉一技能 再跟上暈 這暈暈時間 給我們有充足 選擇大招位置空間 當我們大招暈到敵方 他就可以二技能剪甲 我們又剪甲 那之後的傷害就很可觀 壓制什麼英雄 第一個就是 打 洛倫 我們原本這英雄 要打 凱撒路 這 壓制最壓制的就是佛洛倫 佛洛倫這一手選出來 職業賽通常都是搞小青 就是這麼容易 這壓制的 你用鍋就知道了 打佛洛倫很輕鬆 壓制的第二個英雄就是 葉娜欺負她 沒有回血能力 沒有續航能力 大家傷害差不多 如果你坐凱撒路搞半壇 大家傷害其實差不多 但她血量 不行啊 回不了啊她 我們有的回血啊 不過你要注意藍量 她不耗藍你耗藍 壓制我們有什麼英雄 第一個就是羅兒 團戰之中有羅兒 你用一個小青去蹲到她 也是沒什麼用 人家清醒解開之後大招 直接滑爆 壓制我們第二個英雄就是 薩尼 團戰之中只要薩尼 把我們推開 直接完事 而且對線如果是薩尼 打不穿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MADTEAM的窩窩 喜歡影片的話 別忘了訂閱點讚和分享 感謝我們下次再見 掰了 哥們